原路遇上 世上百万人 谁人是真的有缘分 人类情感 研究并且贪心 每日里 多少结合再分 为了少年初心 就算单纯天真 我仍然笑着恨 再十回自我加点信心 无论再度来度我为理想坚定 当所有女人怨恰恰爱情 又当想走安定 誓约多莫神星 做个焦点 但今于平静 你干嘛怕成这样 刚才的灯就亮了一下 也属容老板没看到你 你不知道 容老板是出了名的千里眼 她的眼睛很贱 这次死定了 就凭老禅跳舞的视频 我肯定她年轻的时候呢 是个青春活泼 自由奔放 善良 而且又有个性的女孩子 所以说呢 就因为当年你拆散了他们 害得她不能跟最爱的容老板在一起了 现在她变成 灭绝情 灭绝爱 灭绝婚姻的 灭绝师太 罪魁祸首就是你们两兄弟 打来了 打来了 打来了要灭口了 为什么 我们知道了她跟容律师的地下琴 又看到他们双人舞 肯定想杀了我们 她要视频啊 你好姑妈 怎么是你啊 红莉呢 在这里啊 不过喝醉了 你看啊 刚才你们怎么会在兰飞家 吃饭喽 看到什么了 看到猪排 羊排 牛排 鸡排 那 不管你们看到什么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们又没看到什么 怎么会想到什么呢 有没有用手机录像 没有 我们不会那么八卦的 就是有了 那 听好了 如果是一家人的话 就给我都删了 吩咐其他人 不许传出去 明白吗 明白 姑妈大人 我问喝醉的那个 醒了醒了 明白 姑妈 我们会删掉的 等等 删除之前 先把它发给我 好 没问题 拜拜 挂了 哎 我突然很羡慕楼船 珍藏了一段很深的感情 喂 没办法了 要把它删了 不行 我自己要看 哎呀 糟了 入了板着我 感情的事藏得太深 不是局中人很难感受到 这家快点吃 吃完要上学了 高太太在等我们 巧子 为什么不教训欧巴送我上学 欧巴跟吕老师就快去国外读书了 我们呢 就要习惯没有欧巴的生活 我舍不得欧巴能不能叫他不要去 男人呢 必定要有前途才会有将来 要不然只会原地踏步 妈咪 你声音好大 是吗 喂 我就好这几个饺子 就送你上学 好吗 嗯 快吃 嗯 早啊 哇 你干嘛 装贼啊 欧巴早上好 什么装贼啊 我今天要绝食 不想闻到香味 绝食 我听到你的肚子在叫 谁肚子叫啊 我刚才是放屁 嗯 欧巴你好臭哦 谁臭啊 再闻一次 嗯 吃不吃随便你 你今天要做兼职吗 是啊 我等一下要去赤柱交独木舟 哇 也是一项专业运动 那希望你的人生能经得起风浪 那 答应你的 画个大立誓 谢谢欧巴 欧巴 我们要习惯 不要太想念对风 嗯 那 那 佳佳走吧 哦 我去上学了 拜拜佳佳 拜拜 拜拜 看不到 我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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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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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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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怎么了 我们想跟你一起吃午餐好不好 是啊 是啊 是哦 我怕你下一节课就不交了 不会 收了你们的学费 我一定会教你们的 但是吃饭就不好意思了 我已经约了人 哦 你们还是快点回家休息吧 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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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萨儿 你可以跟他们吃午餐啊 我可以闪开的 别闹了 不知道有多少名愿想跟梅公子吃饭 我把这个午餐约会拿出去拍卖 肯定能赚很多钱 你最近很缺钱啊 又卖车 又做这么多兼职 连我的午餐约会都想拿去卖 说吧 是不是你叫红利跟我买车啊 嗯 臭小子 我差点被他气死 你知不知道 我故意不卖给他 看他怎么跟你交代 哦 我临时要飞去签约 他说约你你不出来 那个咪咪眼 肯定不知道怎么跟你交代 随便编个理由来骗你 他长这么大都没进步 你们两个这么多年 还放不下恩怨呢 难道都和你一样啊 你想想 你啊 资优学生 十岁就进哈佛 而且有梅诺金爵士夫人当后盾 哇 人中之龙就是你啊 行了行了 不用拍马屁了 钱已经转到你的账户里了 真的 是 那名义上这辆车是我的 但是我会等你去读书的时候 再开走 就当先帮你保管 好兄弟 Thank you 但话说回来 我不一定走 为什么 有事放不下 有人放不下 哇 你别穿成这样 你来沙滩能不能换身衣服啊 流了一身汗 后背都湿透了 不过梅夫人喜欢我穿西装啊 奇怪了 我从小到大都觉得你的躯壳里面 应该住了一个老人家才对 成熟不好吗 你的躯壳里面啊 也住了一个长不大的任性小男孩 是吗 是啊 老人家要不要我陪你买几件衣服 换掉它 也好 给你评评画点 喂 等等 我家四个灯泡烧掉三个 快来救驾 喂 娘娘 我正好在你家附近交独木舟 你走运 我过去帮你换啊 等一下就去 带个朋友 拜拜 谁找你 一个独居的老人家 很可怜 他自己不会换灯泡 喂 来了 嗨 喂 麻烦你了 为娘娘服务是我的荣幸 我还带了一个帮手过来 她就是风华娘娘了 娘你个头 嗨 嗨 你记不记得我先把东西放下 诶 请请请 不到最后关头 你都不会找我 你这么晚才找我 我来了 你都失明了 失去光明 我现在就是想要你帮我重敬光明 那 小店工免费 我来换 喂 谢谢你啊 谢谢啊 当在那边 那你们看 脱诡异 喂 等一下 先关掉免得漏电 欧巴 嗯 帮我把东西放进冰箱 来 哇 欧巴 干嘛做这么多兼职 很缺钱吗 哦 当然了 有没有兼职介绍给我啊 那洗窗或洗车那些呢 我全都在行 你不是要跟吕老师去读书吗 不去了 我从来没想过要再去读书 你别告诉我 你放不下那个什么碟啊 你说的事情啊 十万八千年以前了 还要贴 那你一定是不想离开 斯磊了 哼 像他那种野蛮人 我想全世界呢 只有杨洪丽那个人 懂得欣赏他 我是不懂得欣赏 先生 你好像上座车了 喂 请讲 好 现在 也行啊 好了 回头信 拜拜 喂 我先走了 有学生来了 喂 你能不能帮我 换好这几个灯泡 没问题 喂 那就靠你了 行不行 行 喂 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你去忙吧 你别欺负我兄弟啊 我疼他都来不及呢 跟疼你一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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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但你还没回答我 不去读书 是不是因为舍不得我 喂 你这位绝战风华 不是谁都经得起这样的挑战 你一定是舍不得 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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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灯看看 哦 咦 好厉害 小电弓 有没有垃圾桶啊 我家里没有垃圾桶 那有没有其他东西需要修啊 哦 我的连棚头有一点漏水 另外马桶的水箱 也总是会漏水 你会修吧 我可以研究一下 工具箱 交给你慢慢研究 我要去换衣服 准备出门 搞定了 喂 小电弓 真谢谢你啊 今天第一次见面 就害得你出了一身汗 过来过来 来坐下 我呢 无以为报 以榴莲相喜 谢谢 你不吃了 吃 那就一起吃 哇 好香啊 来 给你一块大的 哦 谢谢啊 你跟浩田很熟啊 为什么这么问 你对他好奇还是对我好奇 说实话 你家里的灯泡 可以换成LED的 既环保又省电 也不容易坏 我没时间去买 我送给你 我要考虑一下收不收 时间到了 喂 我要走了 我错过了很多电话 有人在等我 我也要走了 一起走 喂 小电弓 是不是赶着送货 我叫了车再泥程 我有车 四季大哥 还要等多久 夫人 拜托快一点 路边好热 小电弓呢 走得这么快 怎么穿成这样 今天去找浩田 天气热 我就换了身衣服 你吃榴莲了 哎呀 你从小到大 从来都不吃这种东西 味道还不错啊 你今天怎么了 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 浩田呢 你不是约了他吃饭吗 刚才跟他吃了榴莲 干嘛拿这个灯泡 哦 我房间的灯坏了 所以想换一下灯泡 哎 见了浩田就变得这么奇怪 难怪生龙拿这个儿子没办法 浩田呢 浩田呢 怎么了 请问你除了教独木舟之外 教不教游泳啊 我们几个都想跟你学啊 对呀 教我们骑自行车也不错 你好坏 总之你教什么我们学什么 对呀 我想你们先学好独木舟 再慢慢研究其他运动 好吗 下节课再见 好 下次再见 拜拜 浩田 你怎么来了 我想看看你的学生是些什么人吗 还有我也想跟你学独木舟 你不是怕水吗 你帮我克服就好了 为了你我什么都不怕 嗯 还有 怎么了 你爹地让我问你 选好读哪所大学了吗 报名了吗 如果你喜欢阳光与海滩 我们可以去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有大白沙 他什么时候问的 早上 而且他还问我们 有没有昨晚他跟禅总跳舞的视频 要我发给他看 这代表你当了他卧底 你爹地他说 当年多多少少也是因为你才放弃他跟禅总这段姻缘的吗 所以 你有没有想过为他做点什么 比如 好好读书 让他没那么担心 浩田四 还没走 我们特地来啊找你一起去吃下午茶 是啊 有人来接你下课 你有女朋友吗 我叫嘉怡 弄老师的 怪不得约你都不答应 原来有女朋友啊 盯得那么紧 怕别人抢走啊 就也是 对啊 那就走喽 拜拜后天嫂 拜拜 拜拜 你看我怎么回复你爹地啊 饿了 换衣服 你晒得这么黑啊 当然了 连续几天在沙滩教学生 快要中暑了 沙滩上很多美女不是消暑的吗 说得也对 哇 搞什么 哇 刚出炉的面包还有现煮凉茶 想干嘛 正确来说呢 这杯是罗汉国煮龙利叶 这一盘是有机全麦黑豆面包 冰箱里有糖醋排骨和腐皮卷 要记得吃 真的假的 我觉得你可以在家装上一块黑板 你每天会做什么都写上去 这样整个房子马上就有生气了啊 我要装的话 我觉得这里应该装个吊柜 你看我的东西没地方放 还有啊那边的筷子勺子碗 洗完了都没地方风干 哦 很简单 我可以帮你装啊 哇 等你装 我还不如等家家长大 哇 搞什么这么大阵仗 哎 邢老板说明天要见梅夫人 去谈金港塔的项目那个美食区啊 她叫我想好概念明天汇报 啊 她不是跟你一起想吗 她还在开会啊 风阀在见客户没空 思蕾跟安妮姐呢去打麻将 手机没电 看来他们并不是很看好你的样子啊 只是给你个机会上战场 但是任由你战死沙场 你也这么想 如果我跟他们是同一个想法 我就不会跟你说了 对吧 那我看好你一定支持你 我现在呢就跟你一起想一个 没人能够抗拒的项目概念好吗 但是首先你要告诉我 你有什么想法 我只想到一些食物啊 调味料啊 成人餐 长者餐 儿童餐 不过没有重点 哇 这些也太一般了 怎么能打入市场啊 Jonathan呢是一个很喜欢创新的老板 他给你机会 你也要懂得好好把握 要不然别人觉得你什么都不懂 等于浪费了一个机会啊 应该怎么办 美食区跟美食厂有什么分别呢 客人为什么要来消费 为什么让你赚呢 食物好 除了这个呢 餐厅的环境 装修 还有服务 哇 这些都是很传统的 很基本的内容跟条件 你试着跳出框框再想想 不懂 那打个比方啊 香港有很多的主题餐厅 那例如动漫的餐厅啊 儿童乐园主题的餐厅啊 还有一些是体验失明人士的餐厅 还有一些更特别 餐厅女服务员全都穿着女仆的衣服 把你当老板主人那样来服饰 你想的东西要些地契 内地消费者才会有兴趣 但是也要很特别 外面没有的 哇 创意比做菜很难 确实是这样啊 这个项目是一个大型综合项目 如果你什么都想不到没有魄力的话 还是当个普通女人吧 总之呢 想创意的事交给我 我现在帮你想 请你千万别逃避 别偷懒 明天别在没份面前丢脸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要帮我 你希望我成功 然后去内地发展吗 我不希望 那你还支持我这么有义气 我希望你开心嘛 梅夫人您好 我是蓝菲 邢老板蝉总您好 这位是我搭档万丰华 她就会负责这个美食区的创意概念 以及推广的部分 梅夫人您好 梅夫人您好 你们好 小定工 你没戴帽子 我差点没认出是你 你们认识啊 不算 认识 上次欧巴带她去我家 帮我换灯泡 修理马桶水箱 我还请她吃了榴莲 sorry 不好意思 我叫Jonathan 梅君明 是梅夫人的私人助理 这次金刚塔这个项目由我全权负责 那好 我现在讲解一下这个美食区的构思 我们打算把这个美食城分成四大区域 分别是异国风情 药膳常青 家乡滋味 以及黄金盛宴 异国风情呢 顾名思义在这个美食区里呢 会汇集不同国家跟地区的餐厅 特别之处呢 在于每家餐厅都有一个小型的食物展览馆 药膳常青顾名思义是希望用食物养生 所以用的食材呢 全部都是有机生产 肉类的食品呢 全都没有激素也没有抗生素的 连水都是用冰川水 所以是零污染非常健康 家乡滋味呢 希望能够集中一些家乡的小吃 而客户群呢 主要针对一些中年人士 以及一些离乡背景的华侨 希望呢他们有家的感觉 最后黄金盛宴呢 顾名思义呢 就是招待一些城中的富豪 有身份有地位的客人 所以菜单里的菜市呢 通常都是各国比较有特色的宫廷菜为主 以及价格比较高的山珍海味 很有创意 不过好像还缺乏卖点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次呢 我希望用一个比较健康又特别的主题 来贯穿这四个美食区 例如用健康跟血型的关系 还有每个美食区的能够成熟 娘娘 阿飞顺不顺利 能不能过关 会不会进入下一个回合啊 亲爱的欧巴 我看得出你对这个项目 投入了不少心血 有什么要问阿飞的 你自己问他 行 老板 刚才不好意思 可能我最近有很多会要开 都没帮阿飞准备过什么 幸好有你 刚才阿飞的表现非常地好 行 老板 你是有太多会要开 还是没有搞清楚 阿飞和Jonathan是什么关系 所以保持观望太多 似乎风华 你把我想得太复杂了 Jonathan是不是喜欢兰飞啊 如果喜欢的话你会怎么做 我会祝福他们 我还以为你会把他抢回来 决定权不是在我一个人手上 况且以Jonathan的条件 阿飞跟他在一起 才叫扬眉吐气 嗨 我好像听见有人提到我的名字 我们在聊的 庄大大英明神武青年才俊 我先接个电话 庄大的 是不是叫小店工会不较亲切啊 其实上次看见你 我已经觉得你很面熟了 原来经常会在财经杂志看到你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见过面了 我上错你的车 Cinderella 剪走我高跟鞋的人是你啊 你另外一只鞋现在在我家里 等着物归原堵呢 我知道我那么喜欢他 一定可以再见到他的 喂 但是 你捡到我的高跟鞋 为什么没扔掉 因为我总觉得 会再见到你 梅夫人 梅夫人 其实我有个问题 一直很想问您 不用客气 您问吧 我知道 金港塔其实是内地一个很大的项目 而我又没有经营餐厅的经验 为什么您肯给我这个机会 哪一个成功的人 总有一个强人在帮他 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勇敢而坚强的女人 刚才你在说概念的时候 双眼发光 笑容灿烂 你很有心 我喜欢有心的人 谢谢梅夫人 你跟禅总的性格其实都很硬朗 不过你外柔 内刚 更让人喜欢 原来您也帮过禅总啊 阿禅长得漂亮 娇顺惯养又任性 追求他的人很多 谁知道一次车祸 弟弟跟弟妹死了 万和丸的业务居然被叔伯霸占 他差点要清盘 阿禅独立难知 登报征婚 说如果哪位名流 能够挽回他家族的业务 就嫁给他 所以我介绍了两个企业家给他 一个成为了他第一任丈夫 另外一个成为了他第二任丈夫 所以万和丸的业务才能保留下来 而且越做越大 到现在交给他两个侄子接班 哦 那怪不得他跟容律师分开了 阿禅两次离婚 都是生龙帮他处理的 还帮他拿到很丰厚的财产 他们两个现在都恢复单身了 阿禅固执要面子 生龙也有很多女人围着 大家都不肯踏出第一步 我觉得阿禅已经不相信爱情 他已经把自己嫁给了万和丸 哎 别人老说禅总难相处 其实我真不觉得 我觉得他只是有原则有坚持 我始终觉得一个女人 不应该因为错爱 而放弃追求爱情的初心 我要黑椒牛排五分手 他要羊排七分手 谢谢 怎么会是你啊 兰飞呢 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啊 是他约我来的 复合禅总跟容律师 你们两个是最佳人选 好好聊一聊 哎 早知道 却不大老远地从赤柱赶过来了 是你 早知道我在家多睡几个小时 就不过来浪费时间了 那我老爸呢 现在是专打离婚官司的大律师 有星有才有钱有名气有地位 他身边的女人全部都是又年轻又漂亮的 他不需要有个人绑住她 尤其是很凶的人很凶的女人 其实这么多年来 万和完的名声越来越小 现在还准备进军内地 而我姑妈的财产也越来越丰厚 干嘛要靠男人 尤其是没用的男人 出了事情帮不上忙的男人 他每次离婚都能分到钱付一大笔钱 他这些钱都是我老爸帮他争取到的 上次跳舞 你姑妈眼巴巴地盯着我老爸 甜蜜蜜笑蜜蜜的样子 我呸 很明显是有人不死心 这么多年我跟我弟弟都算是事业有事 无成家庭美满 不像有些人身边的儿子 整天伸手要钱一事无成 原地踏步等于是负资产 我这样叫做龟兔赛跑大器晚成 我告诉你 之后我会再出国继续读书 将来我考到医师证的时候 你有了病痛别跑去医院求我 你别做白日梦了 你得考到医师证 就算你这样当了医生 必然有九条命也死定了 小心小心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帮你擦干净啊 不好意思 不用了 谢谢你 你走吧 不好意思 意外意外 意料之外 再锋利的岛也有生锈了一天 事业有仇又怎么样 也会狼狈啊 我跟你说啊 其实独一最重要的是妙熟人心 不应该像你这样人面兽心 我告诉你啊 想当我的兄弟 省什么你 你姑妈想当我后妈 你们兄弟想当我的亲戚 下辈子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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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钱了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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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妈咪说 想尽快在开学之前见面 她们知道我们会去国外读书 之后一定会住在一起的 她们不想我们只是同居 要我们先结婚 什么 结婚 人家都说女人穿婚纱的时候 是最美的 但我们连手都没牵过 所以我才觉得你很尊重我 对我很认真 还是等学校录取我再谈好吗 那不录取你还会不会娶我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要跟我结婚啊 我一时也说不清楚 我想我们晚点再讨论这个话题好吗 我会等你的 不管你之后去不去读书 我都会等你 记住到外面应酬 如果有人要灌你酒 你就这样优雅地喝一口 用毛巾擦嘴吐在毛巾上 会了吗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马太太教的 她怕我被人灌醉吗 你们怎么还在 嗨 要是喝红酒那就糟了 打死都不喝红酒 喝白酒 太太没东西吃了 我们没有做饭你出去吃吧 早上冰箱里还有芝士蛋糕跟醉鸡的 蛋糕家家吃光了 那盘醉鸡都没什么肉了 我全都扔了 喂 凤华 你说你那招必杀技啊 喂 欧巴 过来 过来呀 做示范 那 把我当成客户 如果跟一般的人握手 轻轻地握两秒 如果跟男人握手就不一样了 至少要握三秒 如果遇到有分量的握 要出必杀技 来 哎 不跟你握 我的电力太强了 你跟阿飞握 我跟孙雷握 那 双手握着对方的手 然后看着对方的眼睛 眼神接触 带着笑意地跟对方说 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 哎呀 见鬼了 心脏还没跳出来 怎么样 欧巴 有没有感觉 喂 是不是这样 没感觉 我还是不会 喂 你说清楚一点 不说了 我明天要上班 要开会 我先走了 哎 喂 喂 我的必杀技还没说呢 你快回去检查 你老公的内裤吧 检查什么 那 马太太呢 很喜欢裸睡的 我每天一大早 都会比她早起床去化妆 然后偷偷地 把内裤翻过来 等她醒来迷迷糊糊地 就这样穿上内裤去上班 如果她回来 那条内裤翻过来穿的话呢 就证明她出轨了 记住了 你太离谱 太夸张了 你小心越吃越糟了 我走了 我也走了 欧巴 我走了 拜拜 飞 做饭给她吃 她饿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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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吧 走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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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吃什么 你说吧 吃人 喂 这两盒是什么 再也不关你的事了 说个好消息给你听啊 你的另一半回来了 以后又可以成双成对了 喂 我的鞋呢 喂 我的鞋呢 这盏灯没那么容易坏 希望你多一点光明 我的前路很光明 但我一步都走不了 我的水晶鞋呢 某些喜欢在于患得患失 若即若离 若是找回水晶鞋 那份喜欢 就会结束 真是清长高手 想要我回复你对吧 你想得美 打牌 也要不停 不需要 关注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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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 吕老师打给你啊 喂 我做了你喜欢吃的水果寿司跟蟹柳乌冬 乌冬啊 乌冬 是不是睡着了 还是你在跟谁生气啊 是让你看我的东西的 老师打给你 你干吗不接啊 想过吗 喂 那你吃完自己洗碗 你刚才不是问我跟谁生气吗 你现在继续问啊 有吗 我先做事 我帮你通宵搞定创意报告 现在开完会两天了 成不成至少说一声啊对吧 那我以为你要做兼职会很忙就不烦你了 对于我来说有些事比工作更重要 喂 你接什么还没回答我 信息也应该发一条吧 胜利的表情也应该发一个吧 没有 我太忙了 我想有什么话面对面再说 现在说 现在面对面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就这样 老师说帮你填好表格了 你别回他就行了 你始终要面对他 我想面对的人不是他 喂 你希望我走吗 我走了你怎么办 不知说还没发生 你最希望这样吧 我走了没有人会气你 没有人会妨碍你 没有人跟你吵架 对吧 很有可能 老师说帮你招了表格 我想他真的很喜欢你 他喜欢我关我什么事 喂 你吃了我的我都 我吃过的 哎呀 糟了 你把醋全喝了 要不你去收拾一下你的东西好吗 那些东西就是你想要的吊柜配件 还有我想要的黑板配件 我没想到你真这么认真跑去买 都怪我自己太认真了 好吧 我太认真 对不起 我以前喜欢别人 只是喜欢被人喜欢的感觉 但是现在我发现 原来喜欢人的感觉也不错 有时候很生气 有时候很害怕 有时候就像现在这样莫名其妙 但是如果我喜欢的人 他忍不住 仍然只想活在过去 我也会站在未来等着他 我真的会 你管得着吗 一边 对不起 你干吗 不, 我想去吧 不, 我想去吧 不要, 我想去吧 来吧 不, 你干吗 不, 我想去吧 我现在要去吧 我现在要去吧 跟路上 走 我先走 你絕情男人 若你飛出去 多在同人 如果想飛不要等 如果想哭不要忍 如不動 相處為你解困 從頭謙信學愛人 如果會更好